哈喽 大家好 这种植物大家有认识吧 一粒一粒的 我们这边叫它胡椒 给大家认识一下它的夜市 大家认识一下 这就是它的叶子 划面的 还有背部 这是它背部的文物 这就是胡椒 胡椒常用于烧烤啊 它那个胡椒粉就是这种胡椒 这是一种还没有长熟的胡椒 它长熟的时候就变成了红色了 有点翻轮翻轮的 这一个还蛮多的 一串串 胡椒我们这边就有人种植 你们大家有这种东西 一串串 整的非常多 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美 这一串 很特别的小 还有它的苗藤 苗藤是这样子的 每一节一节的 每一节都长出根部 但是使关 攀爬在其他物体或者植物的身上上长 一直往上长 下面说一下它的功效吧 它的功效就是 补味 对味恰得也非常的好 胡椒 炖 炖 猪肚 还有 最好就是炖猪肚 猪肚 猪肚加汁就可以 炖汤 它的味道好 炖猪肚 又开胃 来补味 胡椒 在你们家乡 它有没有 十大的功效啊 了解的网友们 在你他上里面 留言一下 今天 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上去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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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